克什米尔为何是印度的羁绊 印度既拿不下也守不起 都知道克什米尔有一部分受印度控制 但印度却一直都没有全面拿下它 甚至还让克什米尔成为了自己的绊脚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好好聊一聊 首先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克什米尔这个地方 克什米尔地处南亚次大陆最北面 整个面积共17.3万平方公里 拥有1086万人口 最有意思的是 克什米尔地处新都库什山脉以南 喀拉昆仑山脉以西 喜马拉雅山脉以北 境内平均海拔达到了4000多米 西与巴基斯坦为邻居 北于阿富汗的瓦汉走廊接壤 整体的地形都以高原和山地为主 这种错综复杂的地势 仿佛就注定克什米尔这个地方 没有控制自己命运的机会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 克什米尔的战火就没有停止 到现在对他的争夺仍然还在继续 18世纪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 印度巴基斯坦在这里建立了 上百个大小不一的土邦 直到19世纪中期 英国殖民者来到这里 将所有的土邦都合并了一个殖民总督区 并起名为英属印度 1947年 英国在二战中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国力 这也导致他们有多余的精力 来维持海外的殖民势力 无奈之下选择了退出印度 退出前也没有险着 还颁布了一个叫做 门巴顿方案的分地模式 让人们根据不同的信仰 分成各自独立的区域 这样的一个方案 也让大家从侧面看到了英国的实力 此内之后 兴奋穆斯林的组成了巴基斯坦 兴奋印度教的组成了印度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这两种信仰的人早已混聚在了一起的 遍布在克什米尔的每一个角落 这样的一种行为 也导致印巴双方为了争夺人口和地盘 数次大大出售 据统计 从40年代到70年代 印巴双方一共爆发了三次战争 每次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自己的权益 如今 克什米尔60%的土地和75%的人口 都有印度掌控 剩下40%的土地和25%的人口 则有巴基斯坦统领 在三次战争后 印巴两国对克什米尔的掌控 基本就定型了 再加上巴基斯坦的国力 根本没法和印度比 所以基本也算停战了 然而面对这样不堪一击的巴基斯坦 印度为什么不直接将克什米尔全部拿下呢 克什米尔的东边是中国 这样的一个位置让印度想要在这里扩张 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 但是印度似乎不服 于1962年 印度竟然想要越过喜马拉雅山来攻击我国 好在最后的结果是印度惨败 这场挑衅让中国得到了两个好处 第一 去了印度多年来那种盲目的自信 第二 让巴基斯坦成功倒向我国 敌人倒向敌人的敌人 那便可以成为朋友 在与我国友好的第二年 巴基斯坦主动规划了当时的卡拉昆仑走廊 我国为了报恩 在1965年援助修建了一条 贯穿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公路 也就是中巴公路 所以在1971年印巴战争中 印度虽然大胜 但却不敢吞并 并建造了中巴公路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 因为他知道这是中国守护的地盘 自知实力不相当 再加上克什米尔的地缘条件 也让印度深知 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所以印度自然也就放弃了 而印度当时之所以能够将东巴基斯坦分解 就是因为此地西 北 东三面全部都被印度给包围了 就算是走南南的海路 也要经过印度的地盘 所以这种地缘上的弱势 让东巴 也就是如今的孟加拉国 被迫被印度收容当中 而克什米尔的东西 北三面都被中国和巴基斯坦给围赚 仅剩下南面紧邻印度 所以如果印度敢开战 那就等着被中国和巴基斯坦围攻吧 他又不傻 所以迟迟没有动静 再加上就算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的全部地区 他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这里 那占领还有什么意义呢 除此以外 北面的克什米尔处于高寒山地区 如果想要很好的掌控这里 习惯了低平原作战的印度军队 就得培养出一波山地诗来 在此期间 印度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精力和时间 这可不是印度想看到的结果 毕竟这三年我们都很缺 这时有人会问了 既然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拖油瓶 那能不能放弃呢 答案是不能 因为这个地方关乎印度的存在 印度的首都 位于克什米尔以南的英北平原上 两者相距仅450公里 也就是说 如果印度失去了克什米尔 那整个印度北部 很有可能会在一夜之间 被北方那些蓄谋已久的国家给踏平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一张保护膜 这方在古代就是龙脉 面对这种情况 印度只好每年花费大量的金钱来维护这里 这种大金额的输出 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印度的进步 也算是互相牵制 包了印度的互相牵制